我这个生命之歌呢 这生命之歌呀 这是那个北大医院 让我给他们写的一个题词 不是北大医院 不是北京肿瘤医院 然后给他们在这个新春到来之际啊 患者我们之间的一个大联欢 他把我当作那种抗癌的明星 所以我得了癌症以后心态特别好 这个 您从发现的癌症到现在多长时间了 发现是 确诊是2008年的7月末 7月末 手术是8月7号 当时我记得医院说的是很严重 那会儿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当时是这个直肠 长一个瘤子 将近都堵了肠子的五分之四 马上进行手术 不然要进行肠肛组了 而且这个癌症 这个直肠癌的癌 已经转移到肝上 肝上有那么四五个病灶 而且有淋巴症也有 所以他说呢 因为开刀以后又促生了癌的生长 所以这样的话 当时就说 生命可能是一年多 而且跟他讲 我夫人问他有没有奇迹 出现 我很难出现的奇迹 但是呢 我说这方面啊 在医院 在同志们 在当上级领导 这真是对我这些非常关心 所以这样的话 通过很多朋友给我介绍 到上海治疗 这方面我那感觉 做了很大的努力 动员我 因为当时我的朋友 都给我出主意 朋友都 出主意很多 当然这是很幸福的 但是这也很困难的 我选择什么呢 那个上海的 跟北京治疗 有什么不一样吗 很错 因为当时来讲的话 北京的上火精 就是化疗 上海呢 给我做的是介入 就是靶巷 说哪有 你往哪弄 这个 跟导弹是吧 以前就是那个轰炸 这是导弹 这个导弹 靶巷 就您哪有 我就往您 那您怎么认识了 这个上海的医院呢 所以这就是干女儿的作用 因为当时他呢 他是上海人 他是上海人 我看您那个博克日监 就是您去美国访问的时候 就那个庆祝中美建交 他是一个志愿者 给您当参议是吧 对对对对 给当翻译 而且这个 他听过我们的讲的以后呢 他很感动 我感觉他给我翻译呢 从头五到尾 我感觉他翻译得很成功的 所以 我就挺喜欢他的 把他说为干女儿 完了以后呢 说了干女儿 人家擦擦说 这下你可沾着庄先生的光了 他说我不是沾一股庄先生的光 我听了他的讲话以后啊 我感觉他生活各方面挺困难的 我就想办法愿意帮助他 是 现在那个老同志生活啊 都是普遍的那个 但是话说回来 虽然这次有病的话 国家这方面也给我处理 对您是功臣 您功臣 这一点来讲 我也特别感动 我就老说 如果那个七十年代 珍包岛事件之后 还有新疆的那个 那个跟中苏冲突 如果没有那个中美 那个时候打下一个改革开放的基础 可能我们都被苏联原子弹炸煤了呢 当时苏联是很 尤其是伯列人内部 很猖狂 这方面来讲的话呢 这个美国的尼克松 这方面确实 您那个您的病 您的那个您的病 您平常您认为 那个到现在有这种好转 都大概有几个主要的因素 促成了这样的 一个就是去上海 这是一个很转折 这是去上海 回来以后 因为淋巴尔还有呢 在那个这个北京肿磊院 给我进行全身的全面的化量 这个对腹腔的盆腔的这里的 这个癌啊 就是淋巴尔有它的移植作用 对肝上的呢 也有移植作用 特别是后来 这个包括我们的很多中医啊 就包括我吃了一个灵芝包子粉 就是您不是单纯的西医的那些 西医中医都有 综合的治疗 好几个大夫有服血 那这跟您当过世界冠军 您有特别坚强的那个心理素质 是不是也有关呢 包括那个各种大风大浪 您都能够顺利的闯过来 这有关系 也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那时候打球 也想打得好 一样想解决事情 首先解决心情 这打 这个病也就这样呢 是不是有一种说法说 好多人不是病死的 是吓死的 有没有这种 但是我不感觉 但是我听人说过 有这种感觉 就是 有时候一得癌症啊 因为这跟咱们国家 可能宣传有点关系 因为咱们国家宣传人生观 老宣传讲人生观人生观 他不谈死 所以一面临的死 就慌了 就可能就慌 所以我感觉我们国家 应该进行一个生死观的教育 我认为这样的话呢 他对生对死 他有个正确的认识 就比较好 您觉得是不是 那个能有一个 敦子姐姐这样的一夫人 是不是也跟别的人 这样有点不一样吧 因为 他是全身心的对我进行 全心心 全方位的照顾 这一点是家里的 就全靠他 做饭 这个洗衣 另外这个主要 对我的朋友 你们假如我一 腿一掉下来 然后这边一点滴 浑身不动 拉手三点 全靠他 真是全方位的 那个宣传姐 嫁给您多数年了 我们俩结婚现在 从恋爱到现在是25年了 结婚是23年 真不容易 人生那么 他跟您这一段 都是苦日子的时候 用他的话来 就是相依为名 真是 没他来讲 真是 我生活各方面都非常艰难 是 有了他这方面 真是 我记得那时候 您骑个自行车 您那小破屋 我还记得 后来就盖成 日本式房子了 我们俩是风雨同车 有骑定车 还有一个我那个 就前两天 1月27号的时候 我去上海 就肖前的夫人 叫文杰若 也是特好 他比他丈夫小18岁 然后呢 他是日本长大的 中国人 但是日本长大的 他的爸爸 原来是国民党 那时候是外交官 所以在日本长大 所以日本的那种 尤其对 那个 就 人 那种 教养 的那种 那种学校之外的 那种教育 可能是比我们国家 强不是一点 您累吧 说话 没关系 我现在 现在 我现在 身体还挺好的 没什么关系